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句精彩内容 镇东走到大树下手后 胡静才和马鞭草随后赶来 镇东在和他们说话中 说到了老虎沟的后牙 是唯一一条连紫青都不知道的 可以接近重炮阵地的小道 使村在树洞里听得一清二楚 方娘在回家的路上被日军炸伤 她当着众人留下一言 让镇东要一辈子照顾好迈乡 紫青被送往西安 接受审查处置 含泪磕头败别了同关的父老 看着呢 找啥呢 查人头呢 鬼子这事不对啊 甭查了 我们今天没能全奸鬼子的小分队 你咋说 刚才他引爆炸药之前 发射了红色的信号弹 咋玩啊 信号弹 军事术语 就是他找了一个办法 给外地人传递了信息 狼烟 对 对 那狼烟一个意思 那就是说除了我们打死的这些之外 附近一定还有一个鬼子的预备队 也是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刀客走标的时候 也得背一手 预备队俩目的 一个是麻痹我们 让我们以为把他们全打死了 趁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 他再出骑兵 第二个目的就是增援 我看这现场的情况 第一个目的更有可能 你是说 他们出来之前 就没想回去 有可能 这帮怂东是些什么东西啊 明知道死还来 就是军畜生 万营长 我们也是一宿没睡啊 都听到了 歼灭了小鬼子 我们就可以下山了 这两天在山上 真是给憋坏了 我们今天吃的也不够了 你以为战斗结束了吗 什么 你以为战斗结束了吗 我不是命令你们 是做好长期敖战的准备 我把内带都封锁了 没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动 不许下山 我更不会给你们送粮食 是 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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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 我们可以下山了吗 下什么山 原力带命 从今天开始啊 一天只能吃一顿饭 都准备饿死到山上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下山 继续坚守 还不走啊 是 好消息 好消息 打听到啥消息了 昨天夜里啊 有一股小鬼子 想抽携咱的大炮阵地 被子清他们 全给消灭了 我说这两天 双方都不打炮了 安静得不习惯 忍得唱这么一出 蓝云还跟我说 别忘初说 别忘初说 今儿一大早 满通关的人都知道了 这么好的事能不知道吗 紫青和震都没事吧 ー 它俩没事 ー 不过听说 独立大队有两个队员 牺牲了 ー ー 还有几个挂地儿菜 ー ー 那按你这么说 ー ー 有次没有被选戒 在他们引燃炸药之前 发射了一枚 红色的信号弹 一定是向外界 他的同伴们 传达某种信息 而且这么一支 训练有素的队伍 进行这么一场 重要的任务 怎么可能 没有第二条方案 这是最起码的 军事常识 那按照你这么说 事情很严重 严重 非常非常严重 你先别急 你看你这两天 眼圈都凹红了 肯定没休息好 先休息一下吧 安芸 不消灭这支玉杯替堆 我一分钟都睡不着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苏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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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找独立大队 他们帮忙 镇洞他们以前 都是做刀客的 对这一带勾勾勾勾的 最了解不过了 肯定能帮上你们 说起来 以前我让干啥 这货肯定不干啥 这回他这么配合 我也没想到 这得谢谢你 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是 通关的百姓 能不能明白这个道理 日军说轰炸就来轰炸 可是我们还没法用重炮还击 因为如果这个预备梯队 真的存在的话 他们最希望我们做的 就是用重炮还击 可一旦还击 他们就能很容易地摸清 我们重炮阵地的具体位置 那后果不堪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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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 你跟通关的老百姓 召开一个集体大会 跟他们说明一下情况呢 通关的百姓 会听我讲道理吗 可是你不跟他们解释 到时候鬼子一来轰炸 咱们却不还击 老百姓的怨气就会更大 可是你不跟他们解释 是吗 通关的父老乡亲们 今天召集大家到这儿来开会 我有一件事情 要向大家宣布 昨天晚上后沟的战事 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 我们歼灭了一股 试图炸毁我重炮阵地的 日军分队 但是没有全歼 还有一支预备队 日军拼死过河的目的 是想摸清我们重炮阵地的 具体位置 所以 在没全歼这股日军之前 我们的重炮 不会再向日军还击 这也是这两天 大家没有听到我们炮声的原因 我驻通关守军和独立大队 一定会尽快地歼灭这个阵 可在这期间 日军仍会齐续轰炸 好 头弹量可能更密集 程度可能更可烈 我希望 大家能忍耐 每家每户开好自己的门 没事别让娃们出来乱跑 不论男女老少 我希望 在任何地点 只要发现可疑的人 可疑的物件 一定要立刻向我们报告 来 我希望大家能忍耐 请相信我们 复仇的炮火 一定会在同关 再次响起 各家各户注意了啊 大家注意了 各家各户注意了啊 发现物证人赶快取报 发现物证人赶快取报啊 各家各户注意了啊 还有非常需要 会发现物证人赶快取报 发现物证人赶快取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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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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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你娘的蛋 哥 磨事 磨事 你在这儿干啥呢 哥 哥看你们闲散 应该想绑忙 对 哥刚刚进来冻了头 我冻 我冻审了 我不让你跟着 你当我说话 是放屁啊 就你这样的帮忙 哥 疼 你帮我寻审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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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碎都笑出来了 你这碎都会有什么事 你这碎都会有什么事 你帮我看你 你不许你 你帮我做 我来 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去买 你帮我 你帮我 你帮你帮我 这有水的地方 废旧的窑洞 放羊的破窝帮都找了 那么小鬼子能藏哪儿啊 就是 我在各地下的那十几个套狼的家子 连这狼都没掏出 我下了个地方 那是不大可能的 你这拉屎老拉一半 你不难受啊 那又想了想不大可能 但我没说 说吧你 快点快点 我是想啊 这个鬼子会不会在坟地 就在那几个大的墨石里头 你看你看 我就那么随便一说 嘘 你怎么想的 叶哥 我睡不着 就想起廖斋里那些狐仙啊 鬼啊 怪的 那都是在墨市里 出出几几 几几楚出 出几几几几几几 硫斋是个啥 廖斋是本书啊 看书很有用 行啊老小子 你还真是让大憋眼镜啊 还啥都知道 还书呢 怎么 你们也觉得鬼子会在坟地里 鬼子 就应该住在鬼住的地方 去看 你去吧车 你跟卖相才刚去过 鬼子会认识你 那我去 你也去吧车 咋啦 我们刚给送过饭 忘了啊 那这人 最好能是个女的 这样不容易引起鬼的注意 那就找个娘们 找个娘们 她会找谁去 麦祥 不能 杜兰勇 那她好意思嘛 还有谁 好 营长 都搜了一天了 日本人还会在通关吗 一定在 是 你是贼啊你 八人的枪头 出来一下 有事跟你说 有事你进来说 咱们说好嘛 这门我不能进 你出来 急事 真的 还记得轻轻 有屁快放 爱说不说啊 日本人 进餐同关了 你知道不 听说了 现在 还有十几个鬼子都没死 我们刚才想了想 很有可能 是藏在那个墓地里了 就那坟券子 现在得有人过去看看 你去一趟 好事不想你娘 我不去 是好事 不算帮我 算帮咱同关 你想啊 我们要是确定了那有鬼子 我今晚就带人过去的端了 灭了他们 就能保住那四门炮 保了那四门炮 就能挡住鬼子过河呀 这鬼子过不了河 咱同关就安全了 这是不是好事 大好事 别琢磨了 你去不去给个话呀 你要不去我还得找别人呢 急事 那你给我个那个 哪个 我上一不小心 让鬼子给摁着咋办 我总不能拿个杀猪道去吧 就就那个 好好好 行 我给你弄个熟了蛋 你还得教我咋用 好吗 什么事 你没事吧 我还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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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怕 你还不怕 是吗 少少 你给你带人 你带人 你们是大日本帝国的勇士 你会忍耐这些敌人 你忍耐了 我最重要的是軍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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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凉了别忘了加衣服 没钱了就给我托梦 孙女老祖宗 我知道 你对你们后代不满意 先他们不来看你们 回去我给他们捎个话 你们也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在这儿替他们给你赔个不是 给你们磕个头 满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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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爷 我有几句话想说 你可不能跟我登院啊 你要是再跟我提万子清 再提万子清 就先弄死 弄个是话也不说 大家知道这里吗 我们是屈辱的地方 杨村 你必须得到所有人的仇 我主要是 敌人的攻击地 在这里 我怎么办 这个 和这个 可能藏着人 那你到底看见人没有啊 这看 这看见我还能站在这儿吗 那你凭啥知道 这里面它就藏着人呢 那枪口都伸出来了 那是鬼伸的 有枪口 这有几个几个人 这老李家这坟 当时买老李说我去了 他那里边小 最多一个人吧 这个呢 人我估计不出来 你还是往里边赶猪 能装五头 这跟咱估计的也差不多啊 那我 同感人有 十方基地 適当地道 哪里有这些地方 我将是想要的 最早 我将会有什么 哪里 哪里有的 十方基地 哪里有的 哪里有的 你找到一個隱藏的地方 三時間後回到合遇 然後再移動 這裡已經安全了 是 明白了 你們等我回到這裡 三時間後 我回到不久 等待不久 等待不久 我任由你 等待你 對 两人和wei 互相的職場 和牧龍的聲音 每個都什麼都會不斷 真的有事情 趕快 退避 人們要保護 命 還要保護 時間是兩分鐘 退避 探拾後 圍潰 敵重砲基地 我看见鬼子警戒哨没有 看见鬼子警戒哨没有 啥哨 警戒哨 他是 警戒哨是藏起来的 他怎么能看得见他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有没有 跟平时不一样的地方 我就听那几声鸟叫 那平时不也叫吗 鸟叫 独立大队那边有什么新发现 他们搜了破灭 地窖 还有以前李自成留下的藏兵洞 没什么发现 杨正 要我说呀 这鬼子 八成是被咱们给消灭掉了 哪还那么多鬼子 这鬼子要像你那么蠢 怎么被赶出中国了 抢血修理所那边呢 派出去的暗烧都在呢 没什么新发现 这帮狗人都藏哪儿去了 那哪儿吗 这鬼子还没有 那是什么鬼子 那是个人 这么鬼子 这鬼子 这鬼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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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数数 多长时间能出个仙 这万自清多亏没来 他来了非当了火把子 他就还知道这个呀 大哥 大哥三分钟 多长时间 三分钟 瞧你那蛇腾 四年之后 二口 好 我给你们定个临时计划 一会儿他再出事 二口先上去 等他出第二事 你给他摸了 记住了你只有三分钟时间 好 剩下的人 第二下之后一起上去 直奔老孙家分 有枪的就开枪 有手榴弹的往里头扔手榴弹 出来人就给他看了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准备 等会儿 你利索着点 你要是失手了 我们真成八子了 好的 我不管 你让 想想想想想想想 我们怎么办 诶 再看 你 诶 诶 诶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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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他 杀他 男伯母 快快 快ga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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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 跑了 快 跑了 一 跑了 一 二 快 跑了 快点 一 出发 快 快 驾 掉了 掉了 走 杀 杀 杀 走 这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快 这儿交给你了 跑 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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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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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睁眼 是 睁眼 是 有谁 睁眼 是 睁眼 睁眼 翔哥 跟他说话 快 砸了 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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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睁眼 睁眼 笑 说话 记得吗 哥别你 来 你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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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快点 快快 快快点 太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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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 太快 不太重 它就是有点失血过多 调养几日就没事了 你放心吧 太快了 太快了 她搭跑墓地去了 不是让她去找子清吗 她先让我那儿去了 我没让她去 那你就带她去墓地啊你 我没让她去 我拦着了 我都给她绑上了 她自己又跑去呢 我听明白了 麦香就是顺着你 她知道你咋想的 才没去找子清 八岔她把命给搭上 你还一百个看不上人去 不准她脑子咋想的你 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敌军的少佐一级的军官 所以我推断日军没有被权戒 当然了 我这种推断可能缺乏说服力 那你的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 在我没有确认权戒了这股日军的分队之前 我不会同意开炮 自清 你该不会是因为震动他们上次围剿日军 没有跟你说 所以你心里同意之 兰远 我有那么无聊吗 风震东擅自行动我是很生气 而且我心里很清楚 他从山西回来之后就没跟我一条心过 但我不所谓 对 可是这次这件事 我的推断是就事论事 你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 可 按照你说的 如果鬼子强度黄河 你真不开炮吗 对 我还是不会同意开炮还击 因为一旦还击 鬼子很有可能知道 我们中炮阵地的具体位置 我们在明里鬼子在暗 要是他们偷袭成功 炸毁了我们的中炮 不 这个责任 谁能承担起 那 要是鬼子轰炸同关呢 百姓惨遭土炭 也不开炮吗 百姓惨遭土炭 不错 不错 就是 可能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 なんか 所以 小致 一组这边 二组那边 都散开点啊 地毯是搜索 小致 一组这边 二组那边 都散开点啊 地毯是搜索 地毯是搜索 有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去吧 仔细点 慢一点 散开 一个地方也别漏掉 仔细点啊 舅舸 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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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这是在哪儿啊 在家呢 你放心吧 这伤口我都给你处理好了 鬼子呢 都打死了 你没受伤吧 我好好的 哥 别怪人家小趴 都是我的主意 我看见很多鬼子 我也不知道帮上你的忙没有 帮了 帮上了 多亏有你 要不 躺在这儿的就是我了 你 给你煎药呢 你一晚上得睡 嗯 娘说了 你要有啥事 还得扒我一层皮 你要不扒你的皮 你就不守着了对不 嗯 不是哪意思 我守我 我该守我还得守 嗯 你别动了 你干啥呀要 你要啥我给你拿 嗯 你回家了 啊 孩子父 嗯 哎 你跟我说说 你是用的什么招 让小胖把你给放了呢 还走吧 你这伤刚好 少说话 我给你拿点水喝吧 啊 啊 人了 人了 吸引 你看 那个蹦 他家朋友 救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记住 你们的枪 永远不许对折我们的百姓 乡亲们 都起来吧 都请回吧 我呀 刚才跟万营长也都谈了 他说 现在不到咱们开炮还击的时候 乡亲们 请相信我 只要到了咱们大炮 开始还击的时候 我们绝不会饶了那些日本鬼子 相信我 都起来吧 起来吧 起来吧 去吧 为啥不开炮啊 为啥不开炮啊 因为日军没有被全歼 啥 你说啥 因为墓地的日军没有被全歼 谁 你啥意思 你是说我们独立大队 没完成任务是吧 我说啊 是我当初发现墓地里有人 我没及时通知你 那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独立大队 有能力对付那几个鬼子 我们都不是吃素的 你心眼怎么那么小啊 我扯这下干啥 我是同关最高军事长官 开不开炮 我说了算 好 你说了算是吧 那你跟我说说你为啥不开炮 你凭什么说这鬼子没全歼 你说我听听 因为我是学军事长 我对日本这个民族 比你了解得多 上次在山马里头 我们歼灭日军分队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一个细节 啥细节 首先我推断 这是一支特遣队 他们的最高军事指挥长官 不会低于邵左的军衔 可是两次打扫战场 我们在阵防日军的服装上 没有找到相同的军事级别 就因为这破玩意 就说没权剑 对 您为日本人很看重名誉 某种意义上来说 名誉重于生命 什么玩意听不懂 你说点我能听懂呢 那不谈日本人 我们说刀客 你是刀客老大 你带着刀客去押镖 你会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 躲在你的兄弟背后吗 这么做你不觉得丢人吗 日本人在进行盛战 他们认为这是一场神圣的战争 一个最高的军事指挥长官 会穿着一个普通士兵的军服去指挥作战吗 两次打扫战场 我们找到的最高军事级别只有上位 相当于咱的连长 一场这么重要的战役 怎么可能由一个连长来指挥作战 这就是我的理由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 全体日军都伪装过 但是从打扫战场的情况看 这根本不是事实 要是说得有道理 那我啥话也说不出来 你站住 没啥可说的 你必须跟我说一说 为啥夜袭目的不提前告诉我 我烦你 我更烦你 你不就是因为杜兰云那点事吗 你这天生是个小心眼 你少给我车杜兰云 咱俩结的梁子是一天两天嘛 那一两句话说得清楚啊 那行啊 那今天就了了吧 你去去去去吧 就这儿了 你别给我添乱就行 你爱干啥干啥 走 你啥了不起这俩破军衔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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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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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过啥呢 万子清说还有没死的鬼 你信吗 就算万子清是诸葛亮 亮世如神的 他算准了 那一张有没被咱们打死的鬼了 可这数就寒天的 又没吃没喝 连火都不敢点 就算不跟咱打 动不动死 走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他们是长虫 能躲在树洞里冬眠 你走不要时间长了 你想想 冬天 最冷的时候 你在外头 守过几夜 冬天 最冷的时候 两天两夜 差不多啊 但那也是狗屁帽子羊皮熬的 有酒有肉的 再冷都没这天冷 就那 四娃子 脚直的还东尿一个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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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出去了 有事 咋 还不欢迎啊 没有 进入了 警长 咱去哪儿 如理大队 走 走 麦香已经把墓地的事 渐渐厚厚都跟我说了 震东你 你到底让我说你啥好呢 我是三十八军独立大队的 我归马团长管 独立营他管不着我 再说了 就那么几个鬼子 我还是收拾得了的 你说你这人咋好话赖话都听不进去呢 不是听不进去 我就是不服他 那现在呢 子清说还有残留的鬼子 你信吗 我不信 你信吗 刚开始我也不信 可后来听子清那么一说 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震东我今天过来 是有两件事情要跟你说 一个 是关于麦香的 那丫头死心塌地的为你 为你都可以去死 你就跟人好好过吧 别再闹了 咱们两个根本就不可能 还有一个 是让你服从大局 把心里对子清的那点积怨 都放下吧 她现在的压力也挺大的 毕竟子清读过军事学校 又打过仗 你心里就算有再多的不情愿 也应该多听听她的意见 不为了别的 就为了守住咱的同关 请请点 震东 好 蓝芸也在 那你们先谈 我回场子了 不用 既然来了 一起聊吧 坐 目的一战 打得不错 大家很勇敢 虽然有些弟兄有伤亡 但足以见得 之前的训练很有效果 别说那些好听的了 管球用啊 你就赶紧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开炮 我今天来正想说这事呢 想听不 坐 谢谢 其实独立大队的关系虽然隶属三十八军 但是你们毕竟驻扎在同关 我又是驻同关守军的最高长官 所以 我有责任也有义务 跟你们说一说 战争到底是咋回事 仗到底该怎么打 包括日本人 包括日本人为什么要打我们这事 其实震东两年前就问过我 怪我 当时我觉得 说了你们也不知道 可现在我明白 知道不知道都要说 说了总比不说强 好 好 好 穆帝依依 我分析 日本人还有一个残余的小分队 潜伏在同关 这事你们信吗 他们有没有残余我不知道 那即使有也早冻死了 就是说你们都不相信他们还活着 不仅你们 同关的百姓也不相信 就连我手底下的兵都不信 可是我坚信 这支小分队不仅存在 他们全都活着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和他们在战场上 实打实地交战过 当然 在墓地 你们也和鬼子交过手 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 鬼子平常是怎么训练的 为了打这场战争 日本的每一个军人 都经过一到两年的艰苦训练 他们每天负重三十公斤 长途奔袭四十公里 四十公里什么概念知道吗 从这儿到华山每天打一个来回 只能吃七成饱 人家可不是没有粮食吃 吃饱了人就泛滥 只有在饥饿状态 人才有内功狠劲 每一个日本新兵入伍半年后 都有接受很多次的寒冷饥饿的专门训练 如何防寒 如何获取食物 怎么样保存体力 每一个士兵都知道 知道他们是怎么练品刺的 可不是用稻草靶子 是用活靶子 用活人练 那些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那些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日本人为什么用活靶子连贫刺 他们的目的是 让他们的士兵看到人是怎么死的 让他们的士兵见到血不哆嗦 方正东 不是我瞧不起你 我知道你不怕死 可是你不知道你的对手 有多么顽强 多么凶残 多么训练有素 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能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再忍耐一下 再坚持一下 很多时候 胜负的关键 就看谁能忍住的最后一分钟 谁能忍到最后一分钟 胜利就属于谁 好 我还有公目 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你们休息吧 我先说 你不就想我 你不就想到这儿了 你不想你 我也是 你不想你 我说你不想你 你不会想你 我说你不想你 你不想你 你不想你 我说我说你 万英早 我是西安军事委员会 副同官特派员霍云 这位是我的副官 董奇武 兴会 二位起座 请兵 喝茶 是 不用了 国民政府一直对同官的战况 非常关心 同官的安危将影响整个西北 乃至全国的战局 最近我们接到驻守同官的炮兵 张连长的汇报 对你独断专行 致官兵生命于不顾的言行 颇有为辞 我们这次 就是专为此事而来的 进行专项调查 第一 希望你能佩服 第二 我们也愿意协助你 尽快查明事情的真相 做出正确的选择 否则的话 后果将极其严重 明白 万英长 还是请你把情况 具体地介绍一下 好 好 所以我必须坚持着最后三天 情况就是这样 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了 也佩服你的分析和判断 但我有一事不明 希望你能为我解惑 请讲 你凭什么证明 同官还有残敌 在没有搜索到这只残余的鬼子分队之前 我无法证明 我无法证明 万院长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敌人的飞机 轮番对同官 进行惨无人道的轰炸 同官的百姓的死亡 每天都在增加 而且 黄河对岸的鬼子 随时都有可能对同官实施渡河前功 在这种危险的时刻 你 作为同官最高的军事长官 竟然像一个不敢漏腹的守财奴一样 把威力巨大的德国重炮 隐藏得严严实实的 宁可眼看炮兵饿死 眼看着无辜的百姓 在敌人的轰炸下 失去生命 任凭他们的棺材 摆满你军营的门口 你都不敢还击 湾营长 亏你还是从德国留学 回来的高材生啊 你所做这一切的理由 竟然是一个莫须有的 无法证明的直觉 你不觉得这样做是荒唐吗 你是在滥用党国 对你的信任和重托 你是在一屋战机 草菅人命你知道吗 莫特别 正因为重炮是同关的命脉所在 我才如此小心谨慎 我是一名军人 克尽职守 忠心耿耿 问心无愧 我希望您再跟我三天时间 三天之后 无论有没有搜索的 这支残余的分队 我都会下令开炮 可在这三天 无论谁下令你 哪怕是隔我的之日 我也不会允许开炮 特别美 我们再等等 我想鬼子坚持不了几天 三天之后就是饿 他们也要被饿死了 我不会等你三天 我最多给你一天的时间 我最多给你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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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多给你一个大量的